主席 各位同仁 刚刚提出这个程序议议的委员们 所提出来的程序内容 全部飞属今天会议的程序 那么所有行政政策 政策的程序以及内容 就是今天主席所排定 要我们委员会来讨论的 所以委员提出不同的意见 应该用会议的时间 对行政单位好好的来质问 那么有不同的主张 也可以用提案的方式来加以讨论 所以在此我奉劝各位委员 我们今天应该要负起责任 来审查今天主席所排定的议程 那么今天自由时报 当然也报导了这个委员们 提出了两三点 对教育部在审查这个客纲微调的程序上 有所疏失 这也是今天主席排定这个议程 要让我们好好的讨论 所以刚刚委员们所提出来的 要停止这个客纲微调的实施 客纲微调或者是客纲的修订 制定都是在法律授权的范围 过去在民进党执政的时期 同样要做修正的时候呢 当初在野党也是同样提出的质疑 当初民进党主政的时候 同样是说依照行政程序 今天这个问题一再重复的重复 所以我希望我们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所有的委员 我们对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都要摒移负责任的心情 我们应该要督促行政单位 依法行政法治及依法行政 是民主两大基石 那么行政单位依法行政 对全民负责 我们立法院实施全面的监督 所以希望各位委员要评议理智 今天所提出来的程序 应该是我们会议的程序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每一个委员 在委员会里面行使的职权 边下来 你就不要问人